嗨,我是思云 今天想跟你分享 小习惯为何能改写我们人生的剧本 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就会决定我们未来怎么样 所以当下就是力量的重点 今天跟你分享三个方向 如何运用小习惯改写我们人生的剧本 第一个是自我信心 我们透过完成每个小习惯 而建立成功记录 有了成功记录 我们就更有信心 更笃定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想跟你分享的是 自我身份 我们不是在做什么 而我们是什么 比如我每天去跑步 刚开始我是去跑步 我是做什么 如果我连续跑了三十天 我就变成运动家 所以我是一个运动家 所以我每天会持续去跑步 完成我要完成的东西 第三个方向是 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就是说 我一直在完成一些项目 一些小习惯 比如三十天 六十天 一百天 而我超越它 比如跑步 我刚开始只能跑十分钟 过后我可以跑二十分钟 之后我可以跑三十分钟 就我的时间慢慢拉长 我的次数也增加 我不断地超越我自己 所以今天想跟你分享 小习惯 它是小到连体力都没有 都可以完成的一个习惯 我们持续去做它 会改写我们人生的剧本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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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